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共鸣其实挺多的 我相信如果我在剧场里面反映的一个瞬间处的感觉 一定是一个网友的朋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所以反而时间满了一个世界 让你能够感受到自己 能够让你感知到自己 我觉得我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在浩瀚宇宙中 闪烁的行星 很难接触到有各自的运行轨迹 但是又互相在发着光吸引你 如果只问一个问题问什么的话 你就要一直 舞强的意义在于什么 在于你想要变成像他那样优特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有一点心 所以说如果大家把我当舞强的话 其实我那些还得很大 我必须做到足够 能够激励别人的时候 我才对得起这个程度 真的非常感谢一路支持我的粉丝 我觉得你们是我 就除去我本身对于演的这份职业 热爱之外就能够继续前行的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因为你们其实对我做得挺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做的 就真的把接下来自己的工作完整了 然后对更多的欢乐 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做到的 所以说真的是感谢你 感谢你 我像是粉丝的一书官 这书官我给你们指引着方向 能够获得力量 我 是相互 因为我们不断前面的动作 还有我能够断前面的动作 然后也是对我有一种督促 是你们给了我自信 给了我自信 然后让我有更多的 更多的想法 去我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作为90后也有一个位置 我当当是通过自己的力气之力 能够在角色里和在平时的一些唱片里 去传播一种能量和精神下别的生活 能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正乎 每个我真的好了不起 在最孤单的时候陪在自己身边 在最困难的时候 鼓励自己前进 那么 请再勇敢一点吧 在我的字节里 曾经有你 没有遗憾的心情 失去你充满感情 你好 我是张星成 很高兴你来了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片星空 那里面都是属于我的星辰 夜空下意义生辉 感谢一路相伴 未来我们也要好好加油 在各自的生活里互相照亮 共同精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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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